我们今天接着来讲 打假方舟子法律公盘传中间的几个关键人物 今天我们讲第三个 徐波 要讲徐波跟方舟子之间的故事 可能还要先讲方舟子跟崔永元之间的故事 我采访过小崔 就跟方舟子之间的关系 我问过小崔 我说小崔你真的反对转基因吗 小崔说 什么转基因呢 我哪懂什么转基因呢 这个是因为方舟子支持转基因 所以我就反对 方舟子支持什么 我就反对什么 他支持面包 我就得说馒头 因为这个人是人渣 我们就得跟他对着干 小崔你知道吗 小崔是个性情中人 方舟子当年搞小崔 我认为他其实是蓄谋的 就是碰瓷 所以你看方舟子打假也好 跟别人选择吵架也好 他有一个重大的特点 他专门找名人 尤其是比他有名的人 他搞名人有一个好处 他搞成功了 他这个名气就会暴增 那些知名的人也会怕他 他搞得不成功 这件事情也会成为舆论报道的焦点 会成为媒体报道的版面 他那就会蹭对方的热度 他其实搞方舟子 他搞崔永元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其实就我对崔永元的了解 崔永元其实对转基因 他是没有什么明确的看法的 但是方舟子抓住崔永元的一两句话 搞崔永元结果导致什么呢 就把崔永元逼上了反转基因的道路 所以我后来我曾经说过一段话 就方舟子表面上看 他在推广转基因的时候 他写了很多文章 但其实他的这种推广方式 对真正推广转基因 不但没有意 反而是有害的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他树敌太多 我们在推广转基因的过程中间 你必须尊重普通人的 他对转基因这项技术的最基本的看法 这个什么是最基本的看法呢 就是说第一我有知情权 就这东西是不是转基因的 第二我有选择权 就是我可以选择不吃 你可以选择吃吗 这个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吗 这是崔永元其实最原始的看法 崔永元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讲过 其实我认为这两种看法都非常正常 就我得知道吧 这东西是不是转基因吗 但是方舟子不是 方舟子的看法非常极端 他就是说这个不能告诉你 不用告诉你 因为实质等同 而且你最好也没有选择权 他认为美国就这样 当然美国现在其实已经变了 加州他们通过公投以后 其实也要对转基因的标识 让公众自己有选择权 所以方舟子搞崔永元之后 崔永元和方舟子之间在网上的论战 持续了很多年 大家都知道 互相之间 互相之间在网上激烈的互骂 我认为小崔实际上是掉进了方舟子的陷阱 但不管怎么说 因为崔永元影响力非常大了 他跟方舟子之间的 就持续了好几年的网上争论 最终也成了媒体关注的焦点 双方还打官司打到法院上去了 小崔这个人 因为在央视是我的同事 他过去 他是非常中国著名的主持人 主持节目是天才了 他实际上也没有受到过 像方舟子这样的人对他的攻击 所以这对他来说自尊心也是个挑战 那么双方他们在网上搞来搞去的时候 就互相搞 其实就是这个 崔永元也就不断的挑方舟子的麻烦 挑方舟子的毛病 这个时间就到了2013年的年底 这2013年的年底 方舟子就在美国买了一套房子 圣地亚哥 美国房产交易信息都是公开的 就是你这房子 谁买的 多少钱 这个名字 这个信息都能查得到 跟中国不一样 中国这些信息 你只有拿到法院的调查令 你到房管局才能查到信息 但是在美国所有的房产交易信息都是公开的 这个消息就被小崔知道了 小崔就在网上发帖子 说你方舟子这个人 你拿300万 在美国买豪宅 然后你在网上哭穷 你这个人天生无耻 下流 本性下流 就他的原话 天生无耻 本性下流 这方舟子一下就蹦起来了 方舟子在美国买的是不是豪宅呢 其实也蛮豪的 因为他在圣地亚哥买的这个房子 一共有五个卧室 是一栋独立建筑的大house 而且圣地亚哥是加州第二大城市 美国的海军基地所在的那个城市 那房子本身 那个圣地亚哥的房价本身也是蛮贵的 这方舟子买这套房子 是67万美金 折人民币大概是400万 这2013年也是满大一笔钱了 那关键是村委员指出来的 方舟子你一方面 你花几百万块钱在美国买豪宅 另外一方面你在网上哭穷 天天让大家给安保资金捐款 你这个你就无耻 你既然有钱你在美国买豪宅 你其实如果你要是认为你的安全受到的威胁 你为什么你不能自己花钱 你让公众给你花钱 翠永元的意思在这 方舟子就不干了 方舟子就说 你说我花300万美元 买这个豪宅 你这是造谣 因为小崔一开始对方舟子买房子这个信息里面 这个300万 他写的是说的是美元 这个信息是不准确的 那么方舟子就抓住这一点 所以在2014年的1月份 方舟子就宣布 要起诉翠永元 就是方舟子和翠永元之间的官司 就是这么来的 大概在2014年的1月8号 就是要起诉翠永元 这是方舟子惯常的伎俩了 就是折腾跟他不对付的对手了 就开始折腾翠永元 但翠永元不好惹 因为翠永元说实在的 他能够动员的社会能量也是蛮高的 他不怕你折腾 小崔这个人他也蛮有韧劲的 也是非常有性情中间的一个人 就双方就形成了对垒的两军 因为小崔支持的人很多 小崔前两年搞公益的时候 他自己手上也有一个基金 这个方舟子也搞过他那个基金 大家都知道著名的 那个所谓的肥肉的典故了 就是小崔搞了一个基金 在村里的孩子 山里的孩子 没有钱 吃中午饭 他就搞了一个项目 叫给孩子加一个菜 加一个菜 就拿这些钱去给孩子 去买点肉 做点菜 中午吃 我还给那个项目捐过钱 我觉得这是立国立民的事情 确实小崔这个人挺不容易的 方舟子就挑毛病 他说 崔永元给这些孩子 吃的是肥肉 你看 肥肉 而肥肉呢 肥肉对于身体健康有害 这崔永元想害死这帮孩子 所以你说方舟子这个人脑有磨病 你知道吗 你想想 我们吃肥肉 是因为我们现在营养过剩 然后肥肉里头胆固醇比较高 对人身体有害 但是山里那些孩子 你要知道 他们平时都吃不到肉 他吃点肥肉怎么了 对身体有害吗 对吧 而且那个肥 那肉都剁成了 都是五花肉 有肥有瘦的 然后他就说人吃 那肥中间有肥肉 所以方舟子这个人搞着没底线 就报复性打假 这就是这样的 所以小崔跟他搞了多少年 这个我也是看得非常清楚的 那么在2014年1月8号 方舟子宣布起诉村永元的时候 支持这个方舟子这些人 在网上鼓噪啊 打官司需要钱啊 安保资金需要钱啊 方舟子宣布在网上哭穷啊 然后这个时候 这个徐波就出场了 徐波这个人 也是一个非常传奇的人 他是一个武汉人 这个人没有受过大学教育 好像大概只有初中卑业 然后他家庭也非常不幸 他自己成长的环境也非常不幸 所以他在二十出头的时候 他就到了广东去打工 打工的时候 就在网易做游戏的客服 客服就是你打电话 问他 问他之后他给你回答问题啊 这个收入也非常微薄 但是呢 他在看这个游戏啊 他当客服的过程中 他就看这些游戏开发 他也看这游戏啊 他也打啊 他就觉得这东西没什么神秘的 他也能搞 后来呢 看了两年之后 他就提了一个自己的游戏的方案 跟这个老板讲 他说我给你开发一个这个游戏的方案 老板就 现在这个蛮好的 就按照他这个游戏方案 开发了一个新款的游戏啊 结果这个游戏一出来 立刻成为爆款 老板就开始给你加工资啊 第一个月就开始加到一个月两万块钱 第二个月就加到两万 第三个月就加到四万 第四个月就加到八万 一直加到一个月三十二万 就不再加了 三十二万 三十二万大家都觉得不少了啊 但其实他那个游戏 一款爆款游戏 那是日进斗金呢 赚的钱是非常非常多的 徐波就觉得他自己的 这个创造没有得到认可吧 他就跟这个公司的几个人一起出来 找到雷金 融了一千万 自己开始创业 就做了一款游戏出来 也立刻就成为了爆款 然后他就成立了自己的游戏公司 这个游戏出来之后 那他这个资本 他的资产 这个翻倍的速度就非常快了 但有人统计啊 他的个人资产大概可能有100亿吧 然后他这个游戏公司呢 平时实际上他也不用他太管 因为游戏公司的管理非常简单 所以他平时的一大爱好呢 就是在网上上网号 当时新浪微博辉煌的时候呢 上网呢 因为方舟子天天在网上打假嘛 仰慕方舟子的这些打假的行为 也就成为了方舟子的追随者 支持方舟子 支持方舟子呢 他过去也是普通的方舟子的支持者之一 也没有给这个安保资金捐过权 那么这个时候呢 除了这个事情呢 他跟郑元稿呢 这个时候 因为徐波还是方舟子的坚定的支持者 他就给方舟子发了一个帖子 他在新浪微博发了一个帖子 他说啊 他是安保资金呢 是这样的 如果而不行的话呢 就是说他一年可以最多出50万块钱 这个买方舟子的科普的书 或者是安保的项目 你如果捐钱 如果一年不到50万 他可以补足 他表达了对安保资金的支持 但其实还是有很多条件的 就是说你安保资金如果一年需要50万 你不够的部分能来补足吗 这个帖子发完之后呢 就是那些方舟子的支持者 中间有个叫虚祖子 虚祖子 大家都知道 跟着方舟子他们一起到了搜狐微博的人 当时被称之为方粉中间的副主席 方副主席 方舟子当时的副主席有两大左右互发 第一是虚祖子 第二叫三思克南 这两个人后来都反了 跟三思克南之间 后来因为纽约时报厕所的问题 方舟子跟三思克南闹翻了 虚祖子后来被大为封黑 黑洋 都坐鸟受散了 但是当年2013年的时候 2014年的时候 那虚祖子还是坚定的方舟子的支持者 还是虚副主席 徐副主席当时非常瞧不上徐伯 徐伯这个帖子上发了一条转发 说话众取宠 意思就是说 徐伯这个人 你其实根本不想捐钱 你发这个帖子 其实你只是想捞点名声 然后那些方舟子的方粉们 就开始各种各样的忽悠 就2014年的1月13号 这一天 24小时之内 你可以去看一下 当年那些网上的记录还有 就是这些人怎么忽悠徐伯捐的这300万 这个当时呢 就是方舟子中间有几个重要的支持者了 这个比如说有个简单中刺 他就说 这安保资金买房 很正常啊 买房也很正常啊 就是当时在这个方舟子 村永元跟彭建 村永元跟方舟子 因为买房问题发生争议的时候 他就说 买房也是这个安保的项目啊 用安保资金买房也没问题啊 所以你看方舟子 我就为什么说方舟子 方舟是邪教呢 是吧 与安保资金在美国买豪宅 他们认为也没问题 所以他们呢就都认为 他们就忽悠这个徐伯 就说你这个其实 你先捐一百万 还有人说你先捐五百万 你再说话 否则的话说实在的 你这个 你这就是华众俱宠 这徐伯这个人也经不起机啊 徐伯就说 什么华众俱宠 然后那个简单中刺就说 你还不是陈光标的 陈光标人一说捐钱 人还捐了呢 徐伯就急了 徐伯就亮出来了一个 给益基金捐款的这个单子 他说你怎么说 我不如陈光标啊 你看 我给益基金 当时我就捐钱 简单通四的他们就说 你给益基金捐的钱 那是益基金的事 安保资金你捐了吗 你也没捐他 没钱你别说话 是吧 徐伯这个人总体来讲 因为文化程度不高 再加上就限于那样的一个 话术的信息流里面就被围起来了 所以到傍晚的时候 徐伯就发了一条帖子 他就说 既然如此 你们都这么说 我可以给安保资金捐款 但是有两个条件 一个条件就是老方亲自出来说话 是吧 安保资金吃紧 再一个就是彭建本人亲自出来说 安保资金不够了 我就捐 这两个条件 结果这个时候 有人把那个 彭建半个月之前发了一条帖子 拿出来 说安保资金现在没钱 要跟众议员他们打官子 没钱 号召大家捐款 徐伯说不算 他本人现在出来说 事后看 方舟子和彭建那一天晚上都没睡 都在看着徐伯在网上的一举一动 他们都知道徐伯是个大盘 有钱 内心都无比希望 徐伯能够给他自己捐一大笔钱 但是又不好说 但这个时候徐伯不就要上当了吗 说了发了一个帖子 方舟子和彭建 只要有人出来说话我就捐 过来二十几分钟 方舟子意味深长的出来说话了 所以我跟你说 方舟子有人说方舟子是两袖清风 很多人不知道方舟子 这个人内心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因为我打假方舟子 我翻阅了过去几乎方舟子所有的档案 我对他还是非常了解的 方舟子就在一个人的评论下 写了这么一段话 这段话意味深长 所以我还是给大家念一下 要准确 2014年的1月13号晚上 21点52分 也就是徐伯发了这个帖子 没多长时间 方舟子在网上发了一段话 说 安保资金是网友们捐助用于做安保的 任何人都无权挪作他用 我不可能让自己的生活的某一方面 依赖于某个人的赞助 让人以为此人是我的恩人 你说方舟子这个人还是蛮高的 就他发这个帖子的目的 显然是真实的目的 就是徐伯给我捐钱吧 安保资金钱不够啊 但是呢 他表面发的这个帖子呢 却是说 我这个人呢 高风亮节 你不要认为你捐了钱 就是我的恩人啊 所以他是用一种 看似拒绝的方式 来希望别人捐款 这是方舟子的话术之一啊 这真的就是方舟子 才拥有的这个话术能力啊 所以你有的时候 你不得不佩服方舟子 就是用这种看似清高的 看似拒绝的方式 来讨要捐款啊 徐伯就上大了 别人就跟他说 你看 方舟老方出来说话了啊 结果这个时候徐伯一看 方舟子管人出来说话了 结果他晚上11点钟的时候 他又出来了 他就跟简单通刺 他们要银行账户 就那既然如此 你把银行账户打给我啊 很快就有人把银行账户 就发给了徐伯 那么在网上 晚上11点50分左右的时候 徐伯就出来发了一条帖子 说已经捐了 300万 比100万还多200万 怎么样 捐了 他捐完之后 50分钟之后 也就是2014年的1月14号凌晨 彭剑出来了 在整个这个事情过程中 彭剑一直没捧好 但是徐伯捐完款之后 他发了一个帖子 捐款已经收到 感谢信任于支持 将增加相关工作人员的编制 提高相关待遇 所以说方舟子和彭剑那天 我就说1月13号那天 其实是一直在网上盯着徐伯的一举一动的 他们认为徐伯是叫大鱼 一直希望徐伯能够给他们捐一大笔钱 处心几率啊 最终让徐伯掉进了陷阱 给他捐了这三百万 我为什么讲这段故事呢 其实 后来徐伯跟方舟子之间的所有的恩怨 都起源于这三百万 如果没有这三百万 也就没有后来的故事了 而这个三百万从一开始 实际上就不是简单的捐款 而是方舟子还有他们那些支持者 有意给徐伯下了套 所以在1月14号那天 第二天早上睡觉睡起来的时候 徐伯也觉得不带出劲 觉得好像昨天呢 这些人一忽悠 捐款三百万呢 自己也有点冲动 所以他在新浪微博又补充发了一条 这条帖子挺有意思 他说 他说我给任何人已经给出的协助都不会锁回 除非对方恶意欺骗 没按照可以摆上台面的目的使用资金 这条帖子 其实就说明徐伯可能多多少少有些不舒服 他觉得这些人是在忽悠他 但既然已经捐出去也没办法了 所以他就留了这么一手 说你这个 你只要是按照你自己的目击通报来做 这钱我也就捐了 但是如果你们这个要是欺骗我 那也别怪我不客气 这是2014年1月14号 徐伯在网上发的一条帖子 事后看徐伯捐款这300万 当然徐伯捐了300万 方舟子和彭建他们都非常高兴了 这个 就吴清川讲 当时方宣昌就跑到方舟子家 说这个有钱了 开始给方艺权他们涨工资 彭建也跑到方舟子家 说哎呀 这以后可有钱了 以后还有什么项目 不行咱反正有钱嘛 可以搞 因为当时徐伯在给他捐款的时候 其实安保资金 从2010年到2014年 年初这四年的时间 一共大概也就捐了120万块钱左右 但你想想徐伯一下子捐了300万 这数字太大了 对吧 所以呢 这些人就开始对安保资金的心态就发生了变化 一个是方舟子 就我后来就是研究方舟子这些安保资金的滥用 就发现 就方舟子开始大规模的重做头等舱 就是徐伯捐款这300万之后 因为过去安保资金方舟子也是当着自己的钱 他也舍不得花 因为花完了就没有了 对不对 但是徐伯一把来300万 一想这钱 就来得容易 所以方舟子从那个时候 从乘坐国内国外的飞机 就开始都是开始做头等舱了 包括他们全家去美国 做头等舱机票 都是从这个时候之后 就开始花 就从方舟子来讲 方舟子这个人平时一贯是口口嗖嗖的 你知道吧 这有人就说方舟子跟别人吃饭 打包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 大家请方老师吃饭 方老师还没有来 是不是 方舟子提前把方舟子要带回家的饭盒 打包打包好 然后说这个菜不要吃了 这个给方老师打包带回去 这个菜也不要吃了 这个给方老师打包带回去 你想方舟子跟别人吃饭都在打包的 自己不掏钱打包带回家的人 你想想他舍得做头等舱 是吧 但是因为徐波给他捐了这么一大笔钱 他觉得有钱了 他就可以瞎花了 对吧 方舟子 彭倩呢 心态也开始发生变化 这钱来得容易啊 你想啊 一下子三百多万 他家原先这个 这卡里头还有好几十万块钱 有钱了就开始动歪脑筋 他事后看了 1月13号晚上 徐波把钱打到安保资金账户 1月14号就我的调查 1月14号当天 彭建就跑到银行 把这三百万 还有原先里面有的五万块钱 一起 就转移到了自己的银行账户 钱来得容易吗 开始上下其手啊 就专门搞了一个卡 7059 尾号是7059的这个招商银行的卡 然后呢又转到一个叫5588的账户 又专门成立了一个账户 然后这些钱呢就在里面开始上下其手啊 把这个钱就开始转到支付宝啊 转到自己的驻守琉璃的账户啊 然后最终呢 就在2014年的10月份 彭建把这个钱一百多万转到自己太太 习小丽的账户 然后去买了裴心街五号圈的那套房子 所以这三百万呢 从事后看啊 成了埋葬方舟子和彭建的最重要的一个起点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一方面方舟子他们拿了钱 他们开始更加变本加厉的挥霍 有彭建去买房吗 方舟子开始做头等舱吗 是吧 更重要的是 一年之后 徐波跟方舟子就闹掰了 方舟子其实跟徐波之间的关系 方舟子其实是瞧不上徐波的 就是方舟子跟他这一生的这些敌人啊 他的态度不一样 你比如他对萧山国他是恨 恨 他恨萧山国 对卢永浩呢 实际上他也是恨 对这个 徐波啊 他是瞧不上 瞧不起 他认为徐波没文化 所以你看方舟子 他形容徐波 当他们交恶之后他形容徐波 他都是说徐波蠢 愚蠢至极 不自量力 自取其辱 就这些话 他瞧不上徐波 那他们之间的交恶的故事 因为我也讲过了 是因为 财静的 那个纪录片 他们闹翻之后呢 那徐波就讲了 那既然如此 你这个 你花我三百万块钱 你还这么网上骂我 你说我愚蠢 愚蠢不可及 是吧 那你别花我的钱了 把钱还给我呀 而且你们那网上那个试义 不也讲了吗 如果你要是不同意 我的这个开支 不同意我的 你要不同意我的安保资金的使用方式 你把钱退给 我会把钱退给你的 方舟子他妈不退 我说你不是这个方舟子很有意思 罗永浩打假他的时候 彭剑和方舟子 非要把那 罗永浩捐的一千块钱 退给罗永浩 罗永浩不要 他们就到邮局去 写上罗永浩的这个地址 直接邮寄给罗永浩 非要退给罗永浩 但是当 徐波当时跟他们闹掰的时候 要这三百万的时候 他们不给 方舟子就在网上说 捐款不是借钱 捐了就不能给 不给 谁有钱谁爱给 谁爱给他谁给 反正我们是不给 然后还一方面在网上 侮辱这个徐波 徐波就非常愤怒 最后就在2005年的年初 大家都知道 去到武汉警方去报了警 说方舟子和彭建 诈骗安保资金 因为这数额非常大 三百万 所以最后的武汉市警方 就受理了 虽然最后没有立案 但是受理了 受理了之后 他在立案之前 他要做案件调查 警方就到 北京来调查 找到了彭建 问安保资金的钱 怎么回事 彭建不就说了那一段非常著名的话吗 他说我那其中有100万 我是借的安保资金的 对不对 然后我们背着安保资金的监管小组 然后我去买了房吗 然后武汉市警方也做了一些其他的调查 这彭建去拿钱去买房 银行流水有 买车 他们也都查到了 虽然最后没有立案 但是警方的介入 最终调查清楚了方舟子和彭建之间 诈骗的最重要的证据 后来呢 因为徐波又把方舟子 把彭建给告上了法庭了 那么告上了法庭之后 要求这个彭建返还三百万 因为这个涉案金额非常巨大 三百万呢 你违反捐款承诺 要撤销这个捐款 法院要想审理这个案件 也必须搞清这个事实 所以最后法院呢 又到武汉市警方 调取了武汉市警方的侦查资料 又到银行调取了彭建和他夫人 习小丽之的这个银行流水 最终确认了彭建 就是用这一百万捐款买了房 当然最后法院判决 方舟子的彭建 把这三百万还给徐波 而且还要加上 从2016年开始算的利息 从事后看 彭建和方舟子是 偷鸡不成饭石一把米 从徐波看 虽然说他捐了三百万 一开始被方舟子他们忽悠了 但最终他不但维护了自己的权力 还由于他捐款捐了这一笔钱非常巨大 无论是在武汉市警方 还是北京市法院审理工程中间 都最终调查到了方舟子和彭建 联手诈骗安保资金的重要证据 所以你说这个世界上的事情 这个好事和坏事 有的时候真的说不清 你想在2014年1月14号 方舟子和彭建 知道徐波给自己捐了三百万的时候 两个人欣喜若狂 但是从此也就给自己埋下了一个巨大的雷 这个雷最终引爆之后 把他们自己全部炸掉了 当然最终完成这最后一期的是因为我的调查 然后我在网上公布方舟子和彭建 诈骗安保资金的这些证据 但是你反过来想 其实方舟子能走到最后的一步 那也是因为他此前 他做了一件又一件的坏事 这些人在跟方舟子 他们在做斗争的过程中间 其实也是每一步在斗争的过程中间 都给方舟子埋了雷 而方舟子都跳到了这个陷阱里 都自己拉响了乍响自己的隐信 而且留下了自己犯罪的记录 所以这个事情 我在打假方舟子 最后我怎么思考这件事情 其实特别简单 就是要想人不知 除非己莫非 一个人想走到长远 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你自己别干坏事 你要干了坏事 你就别打算让别人永远也不知道 方舟子和彭建 这哥俩 其实处心基地搞的安保资金 其实他们的如意算盘 就是这个事情 永远也不可能有人知道 因为我这不成立 你想我不成立基金 你民政部门监督不了吧 我这钱都在彭建的私人账户里 谁能查得到呢 只要我自己不公开 我内部堡垒一块 谁也不会披露我们安保资金滥用的这些事情 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的事情 是什么呢 是因为他们自己做的这个事情一步一步 最终他是控制不了局面的 比如说 他请的那些 所谓的安保成员 实际上都是司机了 打杂的了 都是他自己的亲戚 方亦全 像张一鸣 方凯敬 刘浩 都是方舟子自己的亲戚 他认为很可靠吧 但他殊不知 最后他的亲戚 好多人都成了我的线人 而方舟子一直想搞清楚 到底谁是 这个 我的线人 当然他永远也搞不清了 但是你想想 那些人为什么成为我的线人呢 就是因为方舟子和彭剑 拿公益捐款 谁以挥霍 他们看不下去啊 你想想 彭剑如果不是用安保资金 一百万块钱去买了房 那就算警方去调查 又能怎么着呢 那还不是因为方舟子和彭剑 自己诈骗安保资金 自己先把事情做到那了吗 最终后来警方介入 查清楚了 留下了最重要的证据吗 所以啊 我个人觉得 一个人你要是认为 这个事情你可以控制 你就可以做坏事 这实际上是最大的危险 方舟子就是这样 他认为他可以控制局势 他认为他只要不说 他用安保资金买车 在美国买房 彭剑买房 他租房 开语词书店 那事情永远不为人知道 但最终呢 这些事情全部大白于天下 当我打假安保资金 把这些资料公布的时候 方舟子有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里头 他的新语词网站 全部被汪黑占领了 他已经没有时间去管新语词网站了 那他自己最后一块自己楼栗 当时那新语词网站上 全部转载的是我的文章 大家都在讨论 他和彭剑联手诈骗安保资金的事情 我都能想象他那个时刻的心情 后悔 但是已经完了 是吧 所以我就说 一个人真要想 站的阵 行的直 走的远 就不能学方舟子 要从一开始 就要不要做那些真正的坏事 这可能就是方舟子啊 诈骗安保资金 给我们留下的最重要的一个启示吧 好 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